首先要带你来看到这位是台湾阿甘的故事 他本名叫做林明德 原来呢在商业界是非常活跃的人物 不过他每天就有个习惯 就是早上要起来扫街 而且一扫就是17年 而且他也会号召朋友 一起来加入打扫台湾的行列 他上过玉山也到过东沙岛 甚至环岛了6次还是要继续 而且他也认为这个捡垃圾 不只是进化土地而已 还可以从中让人跟着深思 因此心灵也跟着进化了 定着33度高温 硬阳下在花莲山寨西边 一个人默默剪着别人丢的垃圾 他是台湾阿甘林明德 这个花莲是一个好甘好腿的地方 这个也是五星级的 那么游客来这边 要爱惜这个环境 这个是我的专用 从一个人捡到一群人捡 从定点捡捡到环岛 只要发现哪里不干净 林明德二话不说 立刻号召朋友一起动起来 这只能打扫 我还没办法 手上阿甘甲可是林明德自己定做 80公分不只省力 还减少弯腰造成的肌肉伤害 上楼还印有环保大使 台湾阿甘 林明德专用 就这样夹片全台垃圾 在六年次万华人的林明德 曾任国际青年商会参议员 在商界是个相当活跃的人 但在忙 每天早上一定先打扫环境 甚至有感于环境日益脏乱 1998年还发起打扫台湾的观念 所以我说大海蜡百川嘛 但是所有垃圾都举给海洋 海洋一定污染 还有玻璃品 还有破掉的玻璃 还有这个 感觉这个没有把垃圾带走 很破坏环境 这都是你剪的吗 对 他妈妈 他妈妈 很辛苦吗 很辛苦 很辛苦 太阳很大 会不会很热 会 以后会不会想说 这个垃圾要自己带走 有 伊根阿甘甲17年来走遍台湾各个角落 上玉山下到海边西床 现在不只要禁国土 现在心灵也要清静一下 不论风景区还是街头巷尾 林明德上山下海 从海拔林到3952公尺 从最北到最南 甚至远征东沙岛 环岛六次还不够 要继续静下去 心静国土静 人类的心静 等于地球就干净 地球干净就没有危机了 就因为大地是母亲 人类要觉醒 解垃圾清环境 已经不是口号与行动 更深一层的是洗丝 洗丝有垃圾是贪婪的结果 所以清洁环境也是打扫心灵 随手做环房 台湾才会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你的支持明镜您的支持明镜